香港反送中运动 发起了手拉手建香港之路的活动 在港铁、港岛县、泉湾县和关塘县 共39个港铁站组成能链 这是在仿效30年前的一场政治运动 就在30年前的这一天 人类历史上最长的能链问世 1989年8月23日 200万爱沙利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 手牵手组成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人列 表达脱离苏联独立建国的诉求 当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波罗的海沿岸的三国被强行划归苏联的版图 今天的香港之路不同于当年的波罗的海之路 它是通向自由民主 但今天的香港之路同样艰辛漫长 自6月份香港市民发起的反送中运动以来 至今已持续两个多月 中共和港府为扼杀香港市民的抗争 采取了五大猛烈的攻势 一时间整个香港黑云压沉 沉欲吹 一是舆论抹黑 中共开动了宣传机器 发起攻势占领舆论阵地 官媒密集报道香港抗议示威中的暴力 塑造示威者受外国支柱暴力乱港的形象 在海外 中共通过几十万水军江士粉军团 在脸书推特等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 兴风作浪 8月19日 推特及脸书宣布封锁其平台的大量账号 认定这些账号散发关于香港示威的虚假信息 并且他们的背后由中国官方主导 8月22日 谷歌也关闭了 210个YouTube频道 这些频道被谷歌安全分析师发现 协同一致地诋毁香港民主抗议运动 制造和发布虚假信息 二是经济威逼利用 中国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 通过经济和商业手段 切断香港内外对抗议示威者的支持 受本次示威浪潮冲击最为明显的是香港国泰航空 中国指责国泰航空的员工参加了暴力冲击 指责他们被控暴动罪却未被停止飞行 以及泄露航班旅客 也就是港警信息之后 中国民航局向国泰航空发出了重大航空安全风险提示 致使国泰航空的股价大跌 行政总裁兼常务董事合稿辞职 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明尔指出 到本周五为时 香港航空业和机管局 已经有14名员工 因为反送中活动被解雇或辞退 中共此举无意在逼迫香港企业和商人 在政治上选边站队 支持抗议者还是支持特区政府 非此即彼 此后香港地产商银行 会计司行等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谴责暴力呼吁理性对话 香港首富91岁的李嘉诚 以个人的名义在多分报纸上刊登广告 其中一份广告词 黄台之瓜何堪再哉引发争议 在香港抗议持续期间 中国国务院8月18日 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有评论人士认为 这是中国政府从经济层面 化解香港目前政治问题的步骤 三是武力威胁 中国驻港部队在8月1日建军节之前 发布的不忘初心守护湘江的宣传短片 中国武警在深圳举行防暴演练 建制香港 一时间中共将出兵香港 重演六四悲剧的传言士气 四是挺中游戏 在反送中抗议 示威持续的同时 香港内外出现了众多支持中共和港府的示威游戏 在香港 支持政府和警察的撑警集会 已举行多次 参入者包括香港多名演艺界人士 8月17日 亲北京政党民建联举行集会 主办方声称 有47.6万人参加 在海外 澳大利亚昆斯兰大学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中国留学生回省支持香港抗议行动的校园连龙墙 甚至大爆出口 发生肢体冲突 在德国的柏林 科隆 汉堡 英国伦敦 曼切斯特 爱丁堡 以及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城市 中国留学生和亲共华人 组织了声援香港政府和警察的游行 与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游行示威 发生对峙 无视法律独嘴 8月21日 全国人大法工委发言人 藏铁伟发表讲话 排除了重启香港政治改革 实现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的可能性 中共上述五大公式 可谓气势汹汹 来者不善 但都在香港市民的面前 失去了威力 香港市民相反越战越远 战法创新 四面开花 如同中共党魁毛泽东 在论持久战中所宣传的运动战 游击战 阵地战 消耗战 和歼灭战等 8月18日 170万香港市民维员和平集会示威 表明香港的抗争运动 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那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持久战 决议与中共打一场人民战争 将中共陷入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 1938年 毛泽东呼吁发动一场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 今天香港抗议者也在使用同样的理念 极具力量 香港市民的抗争运动 是一个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 对抗一个强大的共产集权的人民战争 香港中文大学周宝松教授 在《我们的自由要一起争》一文中写道 这是一场没有大台 没有领袖 没有政党主导 有百万香港人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的超大型社会运动 并且同时面对来自中国政府 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黑社会 等各式各样的严厉打压 这真是史无前例 无车可见 我们必须明白 这样一场运动 能够一直走到今天 说是奇迹也不为过 如果没有无数香港人 在不同的岗位 默默努力 彼此扶持 这场运动 是不可能坚持到现在的 并且是有理性 有原则 有尊严的坚持着 这场运动中的五大诉求 这些不仅是前线示威者的诉求 也是法律界 学术界 商界 医疗界 艺术界 新闻界 社工界 前政府高层 政府公务员 以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 共同诉求 香港这场浩浩荡荡的抗争运动 说到底 就是香港人不甘于任命 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争取自己应得的民主和自治 大家一起站出来的公民抗争 香港人的当下抗争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 客观效果上说 也是为了中国所有人的自由而战 因为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 香港是中国的特区 香港有自由 也就意味着中国荒凉专制的大地上 有那么一小块自由的宇宙 更重要的是 香港人当下的每场抗争 不仅为了自己 客观效果上 也是推动中国走向自由 法治和民主的重要力量 三十年前 上百万香港人 声援北京民主运动 此后三十年 香港人不离不弃 每年六月四日 都在维园点起烛光 纪念死去的亡年 并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力 呐喊 而香港人对于中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难 和政治压迫 更是毫不犹豫 不计代价的伸出援手 直到今天 香港命运来到关键时刻 无数香港人勇于站出来 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奋力而战 尹港府迟迟不回应香港民众的五大诉求 香港私所大学学生会宣布 9月2日将展开为期两周的 罢课不罢学行动 如果特区政府9月13日晚上八十前 仍未回应五大诉求 将考虑升级抗争行动 包括无限期延长罢课 发起三罢行动 香港民主派政党 香港重制副主席郑家郎表示 已有逾一百所中学的学生 成立关注组 参与配对连接平台策划罢课 香港学生的罢课不罢学是指 各院校将在校园内举行讲堂 邀请学者等嘉宾就反送中议题 分享看法 落实精神 同时组织罢课学生 向社区宣讲行动的理念和诉求 这就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就是香港人的人民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 香港市民都参与其中 有青年人 成年人 中学生和银发老人 他们在街头 在地铁站 飞机场 抗议示威 在海外的校园 建起连笼墙 他们罢工 罢课 罢市 七百三十万香港人 就是这样 不屈不牢 可以说 香港抗争运动的火焰 已经燃烧到香港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我们回答一个问题 这场香港市民的人民战争 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我们不妨借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话 来作为回应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中 蕴藏着战争 所需要的人力 物力 和财力 战争最深厚的伟大力量的根源 扎根在民众之中 谁真正代表人民 依靠人民 动员和组织起人民群众 并将战斗的胜利成果 归之于人民群众 谁就能获得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动员了香港老百姓 就造就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造就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 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 才能越战越强 取得最后的胜利 香港人的抗争是神圣 正义 进步 求和平的 不但求一港的和平 而且求全中国的和平 不但求一丝的和平 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要达到这个目的 便需绝死以战 便需准备好一切牺牲 坚持到底 不达目的 绝不停止 牺牲虽大 时间虽长 但永久和平 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 已经宣明的出现在 港人的面前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 应该收看